连挑了三个倒霉弹 战场上的局势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两边的部队全部混站在了一起 场面那是一个乱 刚才大杀四方的贵族骑士们 此刻也遇到了危机 陷入了叛军的层层围困之中 以多咬死相 骑士的战斗力在墙 也抵不住叛军源源不断地涌来 亲眼目睹两名贵族骑士被拉下马 哈德逊再次坚定了狗下去的决心 顾不上继续挑落丹的欺负 哈德逊急忙会和自己的队伍 在左翼袭扰敌军 冲进去替盟友解围 这个念头刚刚生出来 就被哈德逊果断给掐灭掉了 他率领的可不是什么精锐 在一旁打顺风仗欺负落丹的敌军还行 冲进去和敌人决战那就是送死 看一众贵族司军就知道 在领主带头冲锋后 大家也盲从地跟了上去 然后就和叛军胶着在了一起 现在想要逆转局势 要么等要塞中的军队杀出来 要么等别的贵族司军加入战场 今天是规定的最后期限 有野心的贵族司军都会按时抵达 时间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理论上来说 拖的时间越长对评判大军就越有力 可理论终归是理论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陷入重围的贵族骑士们越来越难以为继 一个冲锋打垮叛军 终归只是一个幻想 眼前的敌人就仿佛打了鸡血一般 汉不畏死地向他们发起了进攻 为了发起攻击的有效 面对骑士们的反击 很多叛军士兵连躲都不躲 哪怕误伤自己人也不在乎 哈德逊就亲自看到一名叛军士兵宁愿挨上一枪 也要将手中的兵器投掷出去 只要数量到位了 准头和命中率都不重要 骑士再怎么厉害 也做不到360度无死角防御 强大的骑士 被刚放下锄头的农奴给堆死在战场上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讽刺 一度哈德逊都后悔倒鼓什么联盟 要不是因为联盟的存在 他还躲在后面看风景呢 事已至此 再怎么不愿意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为了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哈德逊被迫下了战马 混入步兵队伍之中 眼瞅着身边的战友越来越少 高歌猛进的切尔斯骑士 也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些敌人明显不正常 一个个都很嗜血 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根本就不是普通叛军 冲出去 切尔斯高呼道 现在可不是成能的时候 战功再怎么重要 也抵不上小命重要 军事指挥能力不咋地 不等于政治智慧也归零 跟着他一起冲锋的贵族可死了不少 要是再这么死下去 他可兜不住 在内心深处 切尔斯已经问候了皮尔斯伯爵祖宗三代 幸幸苦苦过来帮你解围 仗都打到了这个份儿上 居然还不出兵 切尔斯率领的一众骑士 乃是战场上的标杆 他们这一撤退 贵族联军的士气瞬间雪崩 带头跑路的赫然是各家的精锐 看得出来能够身经百战活下来的精英 都是跑路的王者 没有任何意外 哈德逊也带着自家人马撤退了 因为一直游走在战场边缘 身后没什么人挡路 撤退进行的那是格外顺利 眼瞅着贵族联军溃败 埃塞尔要塞中皮尔斯伯爵突然意识到又完大了 出兵 必须要出兵 要是让叛军大获全胜 援军就没了 贵族们可不傻 有了前车之剑 后面赶来的贵族搞不好会掉头就走 就算官司打到王都去 都是他皮尔斯里亏 想到这里 皮尔斯就是一肚子的火气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智谋过人 可具体操作的时候却总是出乱子 原本想要借叛军削弱一下莱特郡贵族的实力 没有想到错估了骷髅会的实力 致使叛军撕掠两郡之地 直接让局势失控 刚想要借叛军之手削弱一下贵族领主们的实力 没有想到这群贵族联军居然如此废材 交战不到一个小时就败北 削弱过了头 那就成了事故 凡事都有度 不管他愿不愿意 现在都必须出兵救下残余的贵族联军 否则 他就要成为东南行省中小贵族的公敌 没人愿意听命行事 往后他这个总督 那就是一个空架子 召集了要塞中的精锐 皮尔斯伯爵提起骑士枪 跨上坐骑烈焰狮 举枪一挥下令道 邪恶的骷髅会发起叛乱 意图颠覆王国的神圣统治 为了王国的安宁 为了晨曦之主的荣光 为了我们的荣耀 飞红骑士团的勇士们 随我出征 雄伟的要塞大门缓缓打开 太阳的光辉洒在骑士枪上 散发出阵阵寒光 皮尔斯伯爵一师当先跃出要塞 两百余名骑士紧随其身 在往后则是飞红骑士团一千骑兵 千骑狂奔而出 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气势 直令人胆寒 见骑兵来袭 围城的叛军立即采取措施 长枪兵顶在了最前面 弓箭手随即万箭齐发 箭与向骑士团笼罩而去 可惜这些都是徒劳的 只见皮尔斯伯爵挥枪横扫漫天箭矢 将自己和坐骑户的严严实实 继续进行着冲锋 待靠近长枪兵阵之时 烈焰狮突然从嘴中喷出一团类似岩浆的玩意儿 躲避不及的叛军瞬间化作了火人 吓得四周的士兵连忙躲闪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趁叛军混乱的瞬间 皮尔斯伯爵也冲入了叛军之中 在烈焰狮的配合下大杀四方 借着皮尔斯伯爵打开的缺口 一众骑士也跟着疯狂涌入 长枪阵直接土崩瓦解 没有了军阵倚靠 在一众骑兵的屠杀之下 叛军倾刻间就损失惨重 不过皮尔斯伯爵现在显然没有功夫收割小兵 完全不理会被击败的溃兵 带着部队就向敌人率骑而去 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 皮尔斯伯爵这是准备先擒王了 眼见骑兵不断逼近 高台之上观战的灰袍老者冷笑道 飞红骑士团 不愧是阿尔法王国十大骑士团 真乃战争利器 瑞克 吹响雪月号角 先让炮灰和这群讨厌的骑兵慢慢玩 看他们能够杀多少